23岁住在上海的朱亦 正在家里苦练刺青 她原本从事时尚产业工作 但每天加不完的班 开不完的会 又拿不到多少薪水 让她身心俱疲 决定工作两年后离职 之前上班的时候 每天八点起床 然后晚上九十点才能到家 每天的工作就是对着电脑 及无休止的加班以及开会 都让我的精神很疲惫 朱亦现在选择在旅游公司远距工作 一星期只上班一天 其他时间就去当次清学徒 希望六个月后成为全职纹身师 重回以前的办公大楼 朱亦认为现在的选择是一种重生 我看现在那些数月都快死了 就跟曾经在里面上班的我一样 像朱亦这样有好学历 不一定有好工作的青年 在大陆不是个案 一份调查数据显示 大陆38个主要城市 2023年新晋员工平均预期薪资 比前一年同期下降1.3% 创下七年来最严重跌幅 彭博报道 中国大陆1995年到2010年间 出生的Z世代 是所有年龄层中 对未来最悲观的群体 而这人数达到2.8亿人 约占总人口两成 为了稳就业 官方陆续在各地展开春风行动 提供3000万个就业职位 引导农村务工人员 有序外出和促进返乡创业 不过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吕德文评论 目前经济下行影响是全方位的 多数乡镇政府勉强保持运转 各行各业都在吐槽 行事主义却无可奈何 TVBS新闻张教宝林敏珍 纵口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